中央社立法院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,由行政院下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。 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晚间表示,行政院乐观其成,将依其成执行促转条例条文内容。 徐国勇告诉中央社记者,立法院通过促转条例,行政院尊重立法院的立法也乐观其成。 行政院会依照其成,执行促转条例的条文内容。 有关促转会成立的时程与相关事宜,徐国勇说,促转条例才刚通过如何执行条文,行政院需进一步开会讨论。 根据今晚通过的促转条例,由行政院下设促转会规划开放政治档案, 清除威权象征,平复威权时期司法部罚等任务,并于提出完整调查报告后解散。 条例明定,行政院下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,为二级独立机关促转会制委员九人, 由行政院长提名立法院同意后任命。 促转会有五大任务,分别是开放政治档案,清除威权象征,保存不义一旨, 平复司法部罚,还原历史真相,并促进社会和解,不当党产处理及运用。 其他转型正义事项,促转会应于两年内就五大任务, 以书面向行政院长提出含完整调查报告、规划方案及具体实施步骤在内的任务。 总结报告有制定或修正法律及命令必要者同时提出相关草案。 如果促转会两年内未能完成,得报请行政院长延长每次已一年违限, 促转会完成任务后解散,由行政院长公布任务总结报告。